- 冬天城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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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喽,大家午安 - 今天睡得比較小 - 又還在調時差的關係 - 今天換了一個新的方式抓頭髮 - 給大家看一下 - 顯然是有點為失敗 - 所以我等一下吃完飯會再回去 - 重新整理一次 - 現在來到我們飯店裡面的餐廳 - 這間餐廳叫做Wiki's Good - 現在正中午十一點半 已經排了一個L型的彎毒 然後非常非常多人 這家呢是吃自賭餐的 然後目前呢 我們第一天就去Vegas賭場玩啦 因為我沒有帶太多現金 我就把錢差不多全部輸完了 凱西是有贏錢的 所以今天就再看一下有沒有要繼續賭呢 但是我今天呢一定會去暢陽夜店 然後目前比較困難的是小費文化 因為不知道小費文化什麼時候該給 什麼時候不該給 比如說超商就不用給嘛 然後餐廳飯店服務員就要給 所以我們就是邊去的地方吃飯 就會在想說要給多少錢要給多少錢 反正就是我們第二天的 第三天算第三天的Vegas之旅 然後因為明天就會回LA了 所以今天如果遇到好玩的 好吃的再跟大家分享 我可能會重新回去洗個頭 再重新出發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大家說我在這個類型在美國會很夯 請問在哪 請問在哪你告訴我 沒有其實還是有人搭訕 而且我在這邊第一個被搭訕的 還是被女生搭訕 我想說好啦跟大家聊幾句 也是蠻好玩的 然後Wikispoon呢 聽說是甜甜非常的有名 所以等一下來試吃給大家看囉 特別想跟大家補抽 因為昨天我們是跑黑look的一日行程嘛 羚羊骨的部分是完全不能錄影的 他可以帶相機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人可能誤會他的意思了 所以我自己帶相機 但我沒有帶到 我沒有帶出門 所以我就用手機拍 但是我自己還是建議 如果你的相機是小台可以帶 但如果是單一年 我就覺得 跟團會有點吃力 因為他的座位非常的擠 所以如果你要放東西的話 其實還蠻擠的 現在到底有多餓 因為這邊呢就是有 就是比較台式的炒麵炒飯 炒麵炒飯 然後還有義式 然後還有一些肉類炸雞 然後每個都想吃 蛤 每個都想吃啊 對啊 我跟你講這邊還有那個蟹餃 然後還有韓式 生魚片 還有壽司 然後就是各種式都有 然後沙拉麵包 焗烤 任何拉麵 熱沙 都有 可以啊 對 食量做大 對啊 剛剛那些是我Alone的部分 我現在一起來吃吃看囉 好的快速的掃描一下有什麼 來 他們點點黑小油的 有冰淇淋 然後還有購食可以用的 還有一些 奶辣啊 褲餅啊 什麼什麼可以用 所以都是非常多摘的 不會這樣 然後 他們說還有 鹹食甜食 好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拿的 我感覺比較好吃的 就是 冰淇淋 雞蛋糕 布丁 然後這個是優格 然後這個是烤布雷 媽媽來試試看好不好吃喔 甜點時間來了 冰淇淋 對的是冰淇淋 太好吃了 很好吃 不知道什麼牌子 但是非常好吃 哈哈哈哈 完全不鹹 真的喔 好吃過吧 來第二個 這個是有點焦糖 香草 Amazing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好 來 優格 我都吃一口的 也OK 安全牌 安全牌 好 這個布丁 這布丁蠻特別的 他是用 呃 那是那個瓜子 上面是瓜子 然後跟下面是布丁 然後這個是 我看看 這個有點像 胡桃乾的那種口感 這個還蠻好吃的 這個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他的甜點呢 目前吃起來都沒有很甜 甜度比較低 來烤布雷 烤布雷非常的優秀 因為他的烤布雷呢 然後呢 下面這個焦糖呢 是還有放一點 脆脆的 類似酥粉類的東西 就是粉狀的東西 然後 他的焦糖呢 不會讓你吃到 是一整塊硬的 他是軟軟的一層 然後他的布雷非常的雜實 很有味道 目前第二名 冰淇淋第一 好 再來是這個 起司蛋糕 來起司蛋糕 然後我們吃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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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起司蛋糕 個人覺得 如果你愛吃底下的 手指餅乾的那個 脆片餅的話 他的餅乾做的比較軟 然後他的起司呢 比較是那種綿密 濃稠的那種 膀感 對 嗯 這個就比較甜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哪一個就好 對 但是基本上 今天的甜點的表現 比他的 午餐的食物表現得還要優秀很多 對 難怪大家甜點都在搭配 對 好 這次是Wiki Spin的 簡單的 開箱 簡單開箱 然後我們晚上的話 就去吃法菜 然後等一下會出去逛街咯 好的 我們吃完飯 重新整理了頭髮 好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 Nors Outlet 對我覺得給大家看 凱西今天穿搭 一個LADY LADY 學生 哈哈哈 好 我們現在開始採購咯 然後因為這邊的坪數 非常非常的大 大概有 記得有三百多個牌子吧 我們現在就要一一的來逛 然後累了 我們呢 現在 呃 跟凱西逛工了 然後這邊的 運動品牌都非常的便宜 比如說 Nike 艾迪達 然後Huma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採購的 艾迪達 Huma 然後還有裡面 剛剛買了一些 KUJI的眼鏡 都非常的便宜 然後都大概 可能上一件大概五百六百左右 然後眼鏡呢 呃 KUJI的眼鏡大概落在七千左右 這樣子 然後都很便宜 所以 接下來就繼續逛囉 然後我跟凱西 已經 才剛進來一下下 就已經 花了很多錢 但是都很值得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才逛一個半小時 我們真的是 行不動了 買上皮髮商 OK OMG 不得不說真的太好逛了 然後我們還有非常多還沒有逛的 我們只逛到幾間而已 天哪 因為我們現在拿不動 然後以及我們買了一個秀 要趕回去 不然 我們應該會繼續逛到天黑 還是就不要看了 WOW 剛剛看完卡秀 來我們來投票一下 妳喜歡哪一個 我比較喜歡O 可是我覺得卡也很好看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有水的感覺 對 我覺得O比較美 對 然後卡比較豐盛 豐盛 豐富 就是因為卡看起來就是會心驚膽跳 然後最後竟然在裡面放煙火 對 直接掛你 非常精彩 如果你精神狀況好 你就去看O 那如果你唯一想睡 卡你應該不太會睡著 我剛剛待的是咪 待的是兩分鐘 因為有那個大咕咕 對 對 好的完成兩個秀了 然後呢 如果你在Google上 你要找MGM的話 因為找到兩個 有MGM Grand 跟MGM Grand Hotel & Casino 你要找Hotel & Casino 那一個才是喔 如果你找到MGM Grand 你就會走錯路 而且你們盡量都提早一點到 因為 他每一個場地都是在Casino的最深處 所以 如果你們要走到這個地方 至少 我估計大家要走5到6分鐘左右 才可以到達這個裡面這樣 然後我覺得兩場秀都非常值得 那如果呢 你也有覺得在Vegas 有更好看的秀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一下 因為我們整路在問司機有什麼厲害的秀 他說Blue Ma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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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喔 他講的 他說10大藍酒 他講的 對 好 沒辦法推那個 Michael Jackson 跟 Beatles 對跟Beatles 但這次都沒有買到 下次再來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去吃法餐了唷 感謝粉絲的推薦 好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來的這一間呢 叫做 Mon Amigabi 這間呢是網友推薦的 然後凱西的朋友也有推薦 然後我們就 隨手定了位 這樣子 所以呢就來看一下好不好吃的 然後現在人呢非常的多 然後大家都 搶著坐外面的位子 因為剛剛網路上看了一下 因為外面的位子可以看到 白樂公的水舞秀 所以他們就選擇坐外面 那我們現在就是坐裡面來看一下 到底好不好吃呢 Oh My God 請問他的牛排要多大 多大喔 那比我臉還大 我們剛剛看Google的評價 是凱西兩張兩張 有人說很難吃 我還是試試看 因為這邊主打好像是牛排 但網路上是有什麼 肉很乾很硬啊 沒有不好吃啊 要試一試啊 不會啊 你是不是很容易覺得東西很好吃 我沒有覺得到很好吃 但是不會很乾 你沒有網友講那麼扯 蛤 你說沒有網友講的講嗎 你好像很難吃吧 那你吃一口啊 好吃嗎 來我本身就是吃了多牛肉 我也蠻調水的其實 我沒有但很好吃 我們剛剛是點米豆手 很乾嗎 還有吧 偏乾喔 因為它有汁啊 它汁是加分 但肉是乾的 但是我覺得它調味還不錯啊 調味OK 但肉本身是偏乾的 就是還可以 但它調味很有味道 我現在點這個是鮭魚 我現在來吃吃看 然後這個是網友很多人推薦的洋蔥湯 對 我直接來喝洋蔥湯 看起來很像濕烤 對 網友都大推洋蔥湯 我直接來吃吃看 它就是 好喝 之前說是好喝的 只是它那個上面那個焗烤太厚了 好像在吃焗烤飯 這是起司吧 它是焗烤 好像焗烤飯 這是起司嗎 焗烤也是起司啊 對啦 就很像在吃一個食物 對不對 就湯本身好喝 但那個起司太厚了 它湯有點酒味 它很像那種狗跳槍有沒有 就是濃稠的洋蔥湯 對 它不是水狀的喔 是濃稠狀 我覺得有點鹹 對 蠻鹹的 好 我來吃看我的鮭魚 鮭魚很難吃到哪吃吧 你應該要吃那個下面的cream 不要cream cream 有點扣分 哈哈哈 本身鮭魚是好吃的 非常的脆 然後 但是也是偏鹹的調味 但它的鮭魚給的蠻大分的啦 所以我覺得還行 所以這家店呢 就是 燈光美積分加 然後等一下確定多少錢 我再給你們講CP值高不高 但如果你們要來 我也是建議做外面 因為你們可以看白樂公的水壺 水壺就不用那邊拍 我們吃完了 我們剛剛吃的那三樣 總共是3200元 我覺得我們最近回去要犧牲了 對 好鹹喔 然後整時候我到這邊 開時間第三天 都還在便秘當中 我等一下給你那個 酵素 對我已經吃酵素了 然後現在肚子要來醃 而且我們中午還吃蜘蛛餐 Oh my god 應該吃蜘蛛餐 超多食物 超多 超多 然後昨天我就完全沒有想要大的意思 完蛋了 夜料就再磨出來了 對啊 你要睡一下 我等一下睡一下嗎 累 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在 Vegas的最後一天 三點要坐陪機 然後我們現在十二點 來拍了一個 朋友大推薦的一個餐廳 在皇后賭倉酒吧的 一個生蠔吧 然後今天梅花妝素顏 因為昨天我跟凱西 因為我們是 十一點要起床吧 我跟凱西 賭到早上八點左右 對想說一定要贏回分 因為前兩天就是輸了這樣 然後我們最後一點就是 打拼打拼 然後看看能不能在 有限的時間之內 排到這家餐廳 因為聽說非常的厲害 然後前面大概還排了十幾個人吧 所以如果呢 等一下沒有排到呢 我們就 餓肚子 回去 LA再吃飯 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失敗了 其實它位置是有的 只是因為好像人手不足 所以一直沒有放人通行 因為離我們的時間真的是快到 所以我們就 轉頭去吃 就要趕快去坐飛機了 就要趕快去坐飛機了 LA我們來了 I'm coming Yeah 他人在鷹眼毛的菜鍋裡面 然後非常非常的多人 他的點餐就非常的快速 飲料呢是自助式的 所以你只要跟他講 你要什麼樣的杯子 他就會給你什麼樣的杯子 你要什麼口味自己在旁邊裝 還有一二三個套餐 你也可以單點 看看我們會等多久 好的我們等候呢 是大概15分鐘 我們點的是Cheeseburger 2號套餐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它是非常有味道的漢堡 整個漢堡非常的乾淨 就是沒有任何的餡料掉出來 它薯條呢非常的脆 我覺得不輸 麥當勞 但速度很快 所以大家不要被人多影響 然後我們要趕快去吃了 因為我們機場來不及了 好的 我忘記給大家補充 我們點了2號餐呢 一個人吃10塊錢 算是我們這幾天吃起來 比較便宜的一餐 然後味道也比較不鹹 OK 我們要離開Vegas了 享受最後一下風景 準備出發去LA囉